你们贾家这些年拿着薛家的秘方 挣得盆满钵满 每年少说十个亿的进账吧 我让你拿出六十个亿来补偿 为小双和他母亲不过分吧 哼 夜十三你怎么来这里了 盈盈 是不是你把这小子叫来的 这可是国术联盟护海分会的宴会 是他这种草根能来的吗 爸 你别生气 真不是我让他来的 不是你让他来的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哼 夜十三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你能不能抗探场合 你觉得以你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合适吗 哼 小子 你还是去找你的草根女友吧 盈盈这种优秀的白富美 只有本少这种高富帅才配得上 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赶紧给老子滚蛋 再让老子发现你纠缠盈盈 我打断你的腿 我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我受邀参加宴会 我没有冒你们的名字 更不是来找你们的 你特么能不要这么搞笑吗 这是国术联盟护海分会的宴会 你算什么东西 谁会邀请你 夜十三 看在你曾救过我的份上 快点离开这里 如果让国术联盟的人发现你是混进来的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 国术联盟的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盈盈 别理她 就让她继续装吧 我倒要看看 一会儿让国术联盟的人发现了 她会不会被打断腿扔出去 夜十三 我严禁于此 你好自为之吧 以后再碰到了 咱们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 一定如你所愿 你一个当小白脸吃软饭的男人 凭什么对我这个态度 我看不起你 我在你眼里就是个事情出身 没背景没来历的草根 你什么时候看得起过我 这个世界上位于金字塔间的 终究只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是草根 但是他们脚踏实地 照样活得有尊严 不像你 为了过好日子 竟然甘心被黄浦江包养 真让人恶心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被黄浦江包养吗 别装了 那栋别墅 就是黄浦江用来包养你的地方吧 假如不是被黄浦江包养 你怎么可能住得起海景一号的别墅 我佩服你们的想象力 像你们这样的人才 不去写剧本 真的是可惜了 一边被黄浦江包养 一边还去哄骗人家小姑娘 你真是够无耻的 小子 实相的 就想办法把你女朋友手里的药膳秘方交给我 不然我就把你在外面养小女朋友的事情 捅到黄浦江那里 要是让黄浦江知道 你拿着他的钱在外面养别的女人 你觉得他会不会一怒之下 把你拖去沉江 威胁我 对 我就是威胁你 你能怎么滴 二爷 他就是夜十三 小子 就是你欺负我学小店 姓业的 这是向郑邦向二爷 向郑梁先生的亲哥哥 不要以为你找了个靠山 就有多了不起 在下二爷面前 你的靠山屁都不是 小子老 今天是我家老三组织宴会 老子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 所以我给你个机会 把你从薛兄弟那里偷走的秘方还回去 并向薛兄弟磕头认错 再从老子胯下钻过去 老子就饶了你 不然我就让你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像这俩怎么会有你这种傻傻哥哥 马上给老子滚蛋 不然横着出去的就是你了 小子老 老子就站在这里 你让老子横一个试试 是你大爷 没眼色的东西 就那么想横着出去 黄浦江 你敢在这里打我 这可是我们家老三组织的宴会 那你把你们家老三叫出来 给你撑腰啊 看他会不会弄死你 打 给老子打死他们 往死里打 出事了老子兜着 像会能到 我很好奇 那位叶先生 到底长什么样子 年纪轻轻的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叶十三 你往哪去 你们都那么想见识 叶少的风采 我当然得给你们这个机会 冒发了像会长 你死都找不到地方没 叶少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太原来的开门诊的草根 怎么可能是大家口中 那个人中龙凤的叶少呢 何叔 国术联盟 咱俩估计是进不去了 进不了就进不了 说不定还是好事呢 别人只看到国术联盟的光鲜 谁看到他们死人的时候了 你就是何卓成 我就是 怎么了 有人举报你这几年 跟国术联盟的合作中 存在欺诈行为 请你束手就勤 配合我们调查 是那个王八蛋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 一查就知道了 叶十三 是不是你害我爸爸 他还不配让我去陷害 你恨我没有选你 而是跟贾东林在一起 所以你就故意针对我爸爸 对不对 何小姐你想多了 我从来没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更没有害你爸爸 是我让人抓的你爸 跟叶少无关 陈理事 王理事 你们救我呀 还有这几个吃里扒外的蛀虫 把他们统统绑起来 押到台上以警校友 让所有人看着 这就是损害联盟利益的下场 叶先生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狗养看人低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叶十三 我爸爸 何小姐 你刚刚不是都说过了吗 咱们以后就当从来都没有认识过 我也觉得这样最好 要是我没得罪他多好 我也能进国树联盟了 还想着进国树联盟呢 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你不但跟人家抢女人 还不止一次笑话人家 甚至威胁人家 咱们爷俩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求原谅 让人家放过咱们吧 对啊 他之前可是跟贾东霖抢过我的 说明他是喜欢我的 十三 何小姐 你还想说什么 我知道 我以前做了很多让你伤心的事情 但是你要相信 我心里是有你的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包括我跟贾东霖复合 其实也只是为了激励你 让你上进而已 十三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深深爱上你了 假如你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 咱们之间也不会闹出那么多的误会 咱俩不要闹了 好好在一起行不行 何小姐 恐怕你想多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你在一起 或许以前拿你当朋友 但是现在你在我眼里 就是个陌生人 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还请你自重 十三 我知道错了 我以前不该那么对你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哼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 你们不要碰我 我要去陪我爸爸 叶手 之前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 对不起 你怎么冒犯了叶少了 都是误会 我之前不知道他就是叶少 我问你怎么冒犯了叶少 你别为难他了 还是我说吧 你这位二哥 刚刚逼着我给他磕头 还要让我从他当下钻过去 这真的都是误会 假如我知道他就是叶少 闭嘴 跪下 即便是面对普通人 你也没资格嚣张跋扈 扯着我的气呼加虎位 我的名声迟早被你摆光 哼 以后 让我知道你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呼来 我特么打断你的腿 不服你尽管试试看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向叶少道歉 要是叶少不原谅你 我今天就把你拖去沉江 叶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您饶了我 起来吧 以后在外面不要那么嚣张 免得给你弟弟招黑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都是这两个猛八蛋 是他们怂恿我为难叶少的 他们就给我一个亿 哼 不开眼的东西 挣了几个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把那两个狗东西的手脚 给我打断 叶少 求求您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之前是怎么说的 把你们手里的资产交给小双 就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珍惜啊 我给 我现在就可以跟小双签协议 叶少 我这有个秘密 我觉得您应该会感兴趣 什么秘密 是关于未争死亡真相的秘密 假人意 别特么忘了你发过的毒誓 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那么迷信 说说你的条件吧 我什么都不要 只希望我说出这个秘密后 叶先生能把我和东霖当个屁给放了 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也请叶少 不要找我们的麻烦 那你说吧 魏征就是他害死的 姓假的 你放屁 你忘了我手里的录像了 你他们言而无信 你不是没有备份的吗 跟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 我需要讲什么信用吗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没功夫在这里听你们扯皮 当年把薛家秘方卖给我的是薛崇光 后来魏征发现了这件事 带着薛崇光来找我兴师问罪 魏征在我办公室跟我争吵的时候 薛崇光在外面破坏了他车上的刹车系统 这一切都被我装在外面的隐秘摄像头派了下来 魏征跟我不欢而散后 在回去的路上车祸身亡 后来薛崇光从我这里 拿走了魏征进入我办公室的视频片段 以此嫁祸魏征 说魏征跟我勾结 窃取薛家秘方 哼 无耻的东西 死不足惜 你不能杀我 我不会杀你 你的生死 由小双来决定 叶少 我们父子可以离开了吧 魏征的死 你不是主谋也是个帮凶 什么交代都没给 你就想走 魏征是薛崇光害死的 我爸爸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 既然看到了薛崇光破坏魏征的刹车 你却没有出言提醒 眼睁睁看着魏征去死 还诬陷是魏征卖了薛家秘方 你不是帮凶是什么 叶少 那这件事您想怎么解决 你们贾家这些年 拿着薛家的秘方 挣得盆满钵满 每年少说十个亿的近账吧 我让你拿出六十个亿来补偿 魏小双和他母亲不过分吧 没问题 假如他们出人反而 就把贾家从护海给我抹掉 遵命 把不相干的人都赶出去 开席